下一位毛孟靜議員 麻煩您的主席 講到利益衝突 大家或者第一件事想起金錢利益 但是沒有可能說我有真憑實據 什麼貨銀兩額的交易 不是的 大家在香港講的官商勾結 基本上就是擔心延後利益 說到延後利益是無形的 看不到的 也很難現在就可以判斷 將來的利益是怎樣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角色衝突 如果你純粹說 數碼通是非執董做電訊 而新鴻基是地產 在新界那裏團地 兩者不關事 真的 香港有多大 這些沒有公司、子公司 這些完全無關係 當然 好像田北俊所說 如果這樣要全部的瓜、田 都拆起來 豈不是很麻煩 但現在問題是 之前我們純粹這些委員在開會的話 是沒有人會質疑的 如果你說匯豐說 我有匯豐的股票 你說中電 我有中電的股票 你就申報 但現在你這個主席的身份 最重要是受到公開這樣的質疑 你是不是應該自己再好好地考慮一下 政治是觀感 不是一個人站出來說 我是如此這般的 請你認可我罷 你自己說自己 自己裁定自己OK 在法庭就行 真是 是個法官來的 但你問心那句 你是不是等同在法庭的一個法官的地位 身份 或者是專業的裁判 不是 我們希望 你做事可以做到 比白色更白 政治 真是觀感 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一想 釋放自己 就不需要 為了現在 為了自己不服氣 又或者覺得沒面子 是要做 如果你想幫政府一把 這麼多官坐在這裏 無端端浪了這麼多時間 根本三點鐘一開始的時候 你說大家快脆脆說了它 短點時間 每人兩分鐘 已經投票了十世 你就是要硬來 明明秘書都說 是應該討論 很明顯法律顧問 他不好意思公開地跟你對著幹 但是說明討論 是不可能不讓人討論的 結果我們要討論一下 應不應該討論一件事 簡直是把整個會議 變成鬧劇 謝謝 謝謝 謝謝